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3月17日与4月4日先后与观众见面的预交季可以说是不得不提 虽然这两部剧最终豆瓣得分皆不甚理想未能双双超过6分及格线 尤其前者竞双城口碑更是低到仅有豆瓣3.9分 但是两者在播出期间所先后引发的强烈关注度与话题讨论度还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笔者查询《寂静双城》与《玉交际》之后 接下来今年依然还将会有多部大制作《古装仙侠》新剧 有望陆续上线与观众见面 首先就是由一征指导同样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 由于舒心、王鹤帝领衔主演、徐海乔、郭小婷、张灵鹤、林百瑞、王月一等联媒主演 李一同友情客串的又一部古装仙侠大剧《苍蓝绝》 根据当前豆瓣显示 预计将有望于今年5月全面迎来上线首播 我们姑且静候官宣 再者就是由郭虎、任海涛联合指导、杨子、成一两大内地90后人气演员强强合作 张锐、孟子义、杨碧子、曾晨、朱永腾等联媒出演 改编自苏默同名小说的古装仙侠严情剧《陈香如谢》 与蒋家俊指导、肖战、任敏领衔主演、方一伦、王楚然、王子齐等联媒主演 韩栋特别出演 根据苍月小说朱延改编的古装仙侠爱情剧《玉骨瑶》也是一早就被爆 将有望于今年暑期陆续迎来强势开播 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更为期待哪部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分享 我们应该 fikront的小说的父亲 ゴール 我愿爱情